一个是泰刀,一个是高密度泰,泰刀 万表流行力,天然书接地气 今天咱们聊了灌篮诗啊 先给你看这两款表 先考考你的眼力啊 这两款表有几处不同 打在弹幕上,看看谁说的最准 大家知道啊 瑞士的表厂都说是来自汝拉山区 甚至传说早年间瑞士人冬天白雪挨挨 刚好是做钟表的季节 让人有一种不是山区不出表的感觉 其实呢,瑞士本身就是被汝拉山脉横贯 很多湖谷表厂呢,大多分布在湖谷 有的是高山湖谷 比如说Valet的入山谷 巧的是,灌篮诗在信州的工作室 也是在哈塔卡山区 有些地方也是中年积雪不化 跟雪有不解之缘 灌篮诗这个牌子,铁杆表明都知道 GS Grand Seco 可以说是金工的高端系列 有点像丰田的雷格萨斯 另外包括我自己也不否认 GS对标的是老律师 灌篮诗跟很多日本品牌一样 表面上是对标某一品牌 实际上呢,野心更大 甚至要超越对标的品牌 看完今天的视频,或许你可以判断 灌篮诗能否超越某品牌 先说这两款不同的地方啊 表盘颜色、链带区别这很明显 还有一个就是东方文化在腕表上的体现 这个表盘颜色的区别是最直观的啊 这款SBGA211G表盘是哈萨卡山上的雪白 SGBA407G是长野冬天的雪蓝 雪白好理解啊 雪蓝是怎么回事呢 长野办过冬奥会那里的冬天啊 因为空气凛冽干燥 天空碧蓝 把雪地都能映照成蓝色调 所以这个蓝盘啊 就是蓝雪的写照 而且表盘的激励 也反映风吹雪后形成的天然激励 瑞士表 尤其是那些豪华运动表啊 常常用水上运动元素 或者是欧洲古老的文饰做表盘 比如说鸡楼啊 还有什么幼木文表盘啊 皇家像树的格文饰啊 等等等等 而灌篮诗则在表盘上描绘大自然的细节 很有东方文化的雅韵 又很国际化 这是民族的走向世界的 很好的例子 雪白的表盘不是喷漆的 而是一种特殊的镀银工艺 下一个不同之处就是这个链带了 一个是钛金属链带 一个是鳄鱼皮表大 表壳也不同 一大一小一厚一薄 再说说相同之处 机芯啊 变态打磨啊 东方文化韵味啊 等等等等 如果说每个大刨都有自己的独门秘技 那么GS的独门秘技就是这个SD9R65机芯 估计你都憋不住了啊 没错 就是Spring Drive机芯 这个机芯官方一直不给中国名 可能是因为争议太大了吧 它是发调和提供动力 而调速机构呢 则靠石鹰震荡器 在传统语境下 该有两拨人互思了 那么Spring Drive到底算机械机芯 还是石鹰机芯呢 我觉得啊 这根本不重要 你完全可以按照机械机芯来考察 而且某日内瓦大盆 也曾出过这种机芯 不过极为限量 市面上基本上看不见 你注意看 这秒针在表盘上是怎么运动的啊 栏钢秒针在表盘顺畅地滑动 而不管是机械表还是石鹰表 都做不到这种 时间在静静地流动的效果 这个讨论就不展开了啊 除非你非要探个究竟 反正这个机芯 光红宝石轴承就30个 你们担心的容易出故障的地方 都装上了红宝石轴承 劳力式的基础机芯 到辅达机芯红宝石是从27到31 其实你想一下日本车的品控就知道了啊 机芯做工方面还是很能体现GS的追求的 我记得在GS的某工作室参观 看到一个很典型的场景 为了打磨机芯加板 工匠做了一个装具 以确保手工打磨效果具有一致性 你说这是手工打磨还是机器打磨呢 目测直来控制机芯打磨还是很精致的啊 可以跟它对标的品牌媲美 性能方面 SD9R65机芯动力储备72小时也就是三天啊 动力显示在表盘的扇形区 精度是正负15秒 嗯这个嘛15秒是不是有点 不过是每月正负15秒啊 人家日午茶其实是正负1秒 防水18也就是100米 防磁4800米约合60高四 另外一个相同之处是变态打磨 秒针是蓝钢针 而时标刻度时针分针 甚至是日期窗户块 都是多棱面立体造型 立体刻度字钉是很传统的没得说 但灌篮师的石标字钉打磨 你仔细看 有的棱面甚至有意做成了发丝打磨 有很明显的手工痕迹 再看看时针分针啊 瑞士都没这么干的 指针也是多棱面了 我采访时没提问这个 因为我觉得大家心里跟明镜似的 这不就是炫技吗 指针的倒角打磨是很明显的啊 是发丝打磨 Hairline Finishing 但炫技打磨是有代价的 你能指出来在什么地方吗 另外你看这俩表的表壳 这么闪亮 都是用了萨拉茨打磨 这个好比萨拉茨打磨的太刀 而这个呢 比钢还硬 也是萨拉茨打磨的 萨拉茨打磨钢的艺术是日本特有的 这款SBGA407G是钢的 而这款SBGA211G表壳是高密度态的 高密度态比钢还要硬30% 做萨拉茨打磨更具挑战 通过发丝打磨 哦对了 这里也用啊 其实就是拉丝打磨的一种啊 发丝打磨和镜面抛光在表壳上形成锐利的分割线 让表壳有一种特殊的美感 虽然GS的外形乍一看都一样啊 但这两款的表壳材质和造型 打磨的线条和尺寸还是不同的 再有就是兰宝石镜片 SBGA211G是双曲面镜片 而SBGA407G是Double Box 镜片内都有防旋木涂层 还有一个你看后边才知道啊 一个表背是螺丝固定表背 一个是悬入式表背 对这两款表的侧面造型 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为什么日本表外形都差不多 这个问题我也问过很多日本牌子的高管 回答是 日本市场就接受这种外形 只有细节上才能产生区别 也是啊 日本人都比较那个 至少很敬业 只有细节上能产生区别 其实这些细节对玉宅族来说已经相当明显了 咱们上手一下看看这个钢钛刀和高密度钛刀上手的感觉 40出头的口径是最安全的尺寸了 一个偏正装和商务 一个偏商务和运动 钢链和鳄鱼皮表带都是三重折裂口 突出安全稳重 这两款表都是品牌独家的Spring Drive机芯 都有炫技般的打磨 这个SBGA407G钢款 它的打磨主要是萨拉茨打磨加抛光 而这个高密度钛的SBGA21G呢 它用的是萨拉茨打磨和发丝打磨结合 也就是复合打磨 一个是钛刀 一个是高密度钛钛刀 你更喜欢哪个呢 另外刚才提到的炫技打磨的代价是什么 想着回答啊 管兰师我们讲的少 你更希望知道什么 你的建议 我的动力 谢谢你